這邊跟大家晚安 晚安 高舉雙手露出燦爛微笑 還不斷鞠躬拜票 高雄市議員 黃捷從鳳山跨區到第六選區 首次入口拜票 同黨令委一起站出來 衝刺聲勢 賴副總統有親自打電話給我關心 然後表達對我的支持 那他也說對我的期許非常深 今天雖然是正式提名後的第一天 但我們就要把整個選區的 五個行政區最主要的市場 全部都跑遍 不為背棄鳳山的流言蜚語 黃捷喊話往前揍 不過同一時間 台派大佬郭貝鴻也出招 大酸三十歲深耕高雄說 難道黃捷是把逛街購物的時間 都算進去了嗎 代子參選不是問題 黃捷 你的問題是雙手標準 你怎麼能夠去指責別人 落跑 而你叫做深耕 他的五年叫做深耕 人家十幾年叫做落跑 夾著深綠選票支持 郭貝鴻炮火對準黃捷 畢竟現在高雄第六選區 撒嘎都狀況 沒了趙天玲 黃捷卻有網路高聲量 自然讓對手不敢小觸 他卻背棄了鳳山選民 跟他之間的這樣的契約 現在民進黨的內亂 跟我們毫無的關係 就連前高雄市議長 許坤元愛女 也是市議員的徐彩珍 在臉書大嗆 黃捷你愛前行令嗎 嘲諷他忘了初衷 現在黃捷甩不掉空降批評 郭貝鴻緊咬不放 陳美亞隔山關互動 第六選區 燕銷味濃厚 歡迎新聞 林維凱 現在選高雄採訪報導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及時掌握全球時事 與最新趨勢 燈燈区 1 5 8 9 9 9 10 10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